请问有讲师曾提到在弘阳妙修祠 若启发曹佛性真理研究也一样可以回里面 请问他们不用求道吗 这个导师我们要很重要的 跟这个道经这个先世 这个求道就是寿祭 寿祭知道吗 以往那个单转独寿 那个修持你要当大法师 然后联系期待 上天才会寿祭 这会给你帮鬼闲关 所以你有成佛的资格 那个是先修而获得 那因为我们现在人心不苦 那造的业又非常多了 所以要等到都修到功果圆满才寿祭 已经大概都了了无几 能够得的就太少了 那太少的时候灾难一降临 一时计分 不管是月子还是酒头 当多都要遭难遭解 所以上天不忍 我们好的也消灭掉 所以这个降道来拯救 善难逊离 降节来惩罚 是一些为非咒代 所以道跟节并降 其实那个灾难都是我们众生 自己照形成 所以现在我们要了解 我们那个求道非常重要 想要说没有求道 可是也修得蛮能够到达明心见性的程度 那上天不承认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是继承 那个东方前十八代 西方二十八代 后东方十八代 那个有领那个天命的 那个祖师掌道盘来受祭 那个上天才承认 那我们了解说 这个人是从无极 然后太极 两于四相 然后八卦 相中相凑 八八六十四 东方前十八加二十八 加后东方十八 是不是刚好六十四 就整个 那个一个卦 卦器 一个研绘里面的气数研满 所以我们老师就时常讲 老师是伴你 末后一早 对不对 最末后 第六十四 再落不下了 所以要了解说 假如说有人在作诗称主 那个都是忘 都是自己 意想天开 知以为是 自己都不知道 都假 那个都不可以的 所以求不求 差别很大 纵然我们有求到 可是没有努力去修正 那最起码 种子不昧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佛性种子没有消灭 那假如说我们种子 我们佛性已经 混碎到 碎灵 变成那个小的 像蚂蚁 像蚊虫 那个要集灵 要非常久的时间 那我们有求到 虽然说没有修正 可是毕竟 那个阴 那个能够成佛的阴 还在 那还在 下一个严会 开天辟地 隐会又生人的时候 这一些有求到 没有修的 又来了 我们在看那个 皇母姓十戒 就知道说 山山坡 我们在洗澡 这个皇母把我们 献衣献水都收回去了 把我们赶到 樊尘来 那个是比较好听 其实是我们 起心动念 才落入樊尘 所以有求 跟没有求 差别很大 有求 我们弦关打开 我们的佛性 可以跟大地 融合 融会 那假如说你没有求 弦关没有开 那你黑暗一片 那个种子 会不会灭 那就不敢保证 那我们老师有跟我们 保证万八得超然 有没有 有 只是说一万零八百年以后 各自因果还要各自承担 所以要我们研究心理心法 然后 疗疾越障 本来空 不疗 还稀 还素在 要不要疗 就是努力修 努力了解真理 能够疗 疗就是透彻之道 透彻之道 我们佛性本体 懒无极不得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不好习惯 修正极不武 把它修掉 没有脾气 没有毛病 那就回归本位了 所以这个问得很重要 有没有求差别很大 我们老师掌道盘 所以求道也是老师来点道 打开我们玄关 等下是不是代表老师 求那个一啊 这个请谈以后 老师就到来了 老师才有钱并 打开玄关 我们人没有那个钱并 还有吗 就针对上海这位 在弘阳庙修持的这些人 那到了三方九口考三宝如何过关 因为弘阳琪跟白阳琪的口诀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就不用到那个地方去 没有资格去 所以就不用问那个问题 他们就没出家去那 没有三观九口 没有求道哪会有三观九口 好 再一次 请问至古至今三喜有什么人 不用求道 可是身解佛性真理而回天的吗 那个慈悲在那个威音王之前 就是七佛自理凡尘 所以等到下一个元会 不是还有十佛应事吗 他有七佛来自理凡尘 三佛才来收缘 三佛还没有收缘的时机之前 他是七佛自理凡尘 自理凡尘的时候 你修的功夫到 你就不用上天指派主师来受祭 你等到那句话再去做份 谢谢大家 谢谢